嗨,大家好,我是鞋底 我现在还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 现在是退了房了,收拾好了 叫了一个车把我送到火车站 因为我昨天不是买的火车票吗 12点40多吧 从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 坐火车去哈萨克斯坦那边的阿拉木图 开启我第54个国家的旅行 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 就是用Yandex叫车比较方便 乌兹别克斯坦其他有些大城市也是可以用Yandex的 它跟这个都上别那边还是有点区别 就网约车比较方便 昨天来过这边嘛,现场买的车票 搭车过来很快 就在市中心这边 才7500梭,OK 走路进去啊 哎呀 这东西加起来20多公斤啊 5公里之内走路都没问题 水啊,吃的啊,水果啊都在这个袋子里 拿着护照啊,还有车票 现在先进去吧 我是提前差不多一个小时啊 到火车站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在这个火车站上坐火车 陆陆续续的 这边都要过安检的啊 过了安检啊 这火车站建设的还不错啊 这是火车站内部的一个小花园 火车大厅呢就在这边 这些呢都是准备去阿拉姆图的乘客啊 突击花钱啊,我这还有差不多20万呢 拿个果汁啊,要不再拿个好利友吧 实际上多的钱呢 我只能说是列车上找人换钱了 换当地钱 How much? 2万3千 这这样算下来才多少 3万5 3万8 好了,准备上火车了 好像是另一条车道 啊,应该就是这列车了 国际列车 这还是高速铁路啊 时速200公里呢 但是去阿拉姆图好像需要17个小时啊 不到1000公里路 14公里路 OK 上车上车 我买的是卧铺啊 73万块钱呢 这个怎么看哪一铺啊 他这车啊,真的是挺新的呀 我买的是这种四人间的卧铺 他们都是三个大姐吧 我是睡在上铺 就是这个位 列车员呢,现在正在登机护照啊 呃,哪里呢? 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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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哪里呢? 哪里呢? 停准时 17个小时才到阿拉姆图 那边好像有餐车 我自己也带了一下吃的水果什么都有 过一会儿再睡个觉 现在是旅行了53个国家了 去阿拉姆图哈萨克山那边就54个 我应该还会去趟俄罗斯 就55个了 加油加油 我所有的目标都是为了环球旅行超过100个国家 这是我早上买的这个 这算是包子的饼子呀 压成这样的肉馅的5000块一个 这算是我的中午饭了 它这挺好的都是干净的这种 房单整套什么的 现在这高好 宽度的话还不错 上铺的话高度也足够 人坐起来 空间大 这应该是一个备单吧 应该能盖 行了行了 随便意思意思好了 哎呀 我先躺一会儿 哎呦 好 咪一会儿 还没有离境 到时候可能还要下车离境手续吧 这才睡了一会儿啊 现在已经是走到边境那边了 然后我们就把护照收集起来 放到桌子上 就是等海关人员过来盖章 2点38分啊 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啊 现在列车员已经是把我们的护照都还回过来了 10月4号入境 10月5号离境 就待了一天这一次 所有人都盖好了离境章啊 火车继续出发 现在是朝着哈萨克斯坦方向走啊 过一会儿应该也是哈萨克斯坦的移民局 上来给大家盖章吧 应该也不需要下去吧 这叫狗 好了 我们已经是盖好了入境章啊 天天天天吃苹果水果 你不知道好多水果啊 谢谢哦 谢谢 这几个斯坦国啊 都很有意思 他们这个入境章离境章都格式差不多 都喜欢呢盖到最后一样 而且都是抱团 这样子好 节约空间 这就是我的哈萨克斯坦入境章 看见没有 10月5号 我们成功的入境了哈萨克斯坦 这距离我这个100个国家的目标 哎呀又进一步了 就现在是54个国家了嘛 喝个果汤庆祝我一下 他这个坐火车 就是离境入境非常的方便 你都不需要出这个房间 就是你在那密凳睡觉呢 然后就有雷射员说 啊你要下来了 在这个下边坐着 等到移民局官员就行了 他这个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入境啊 真的很有意思 就是他移民局会安排至少十来个工作人员吧 每个人都拎上一个那种就是数码功能的一个箱子 这个箱子呢是有屏幕嘛 就打开像个电脑有键盘 然后可以把那个护照 就是放到侧边扫出来 还可以拍照片 还可以录指纹 哎呦说蛮蛮全的啊 然后人家把全套设备 就相当于把移民局的那个柜台给搬过来了一样 然后因为我们是免签入境嘛 所以说什么都不用 他也什么都不会问的 然后就刷完以后呢 他又拿一个箱子 登地下子给你盖个章 OK Welcome 非常方便 哎呀这个跟多少年前 真的是四年前去哈萨克斯坦 完全是两个概念 总算是体会了一把这个丝滑如镜 因为啥也不用免签啊 中亚这几个斯坦国 现在可能就是哈萨克斯坦 我们去的最方便 因为真的啥都不用问的 也不用离境机票 也不用酒店预订 什么都不用管 你咔咔咔盖就行了 现在就是他们呢去其他车厢 可能是要给别人盖章吧 等到全部都搞完了 我们就继续出发 在哈萨克斯坦边境这个口岸 这边停留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啊 列车继续出发 大概明天早上五点多钟 我就到阿拉姆图了 我先睡一觉 我先睡一会儿 有时候 我先睡一会儿